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武汉 我们今天来的是一座造冠 它是始建于元代的一座造冠 长春冠 这里呢就是它的山门 它的山门呢是三个圈录式的门 上面呢有这个砖雕 我们进去看一看 它的外墙两侧呢都是有这个砖雕 这长春冠呢 它最早它是在元代 它为了纪念这个全真妻子之一的秋楚姬 而建的 这是太清殿 我们刚才走过那个山门呢 它这周年共同的就是王林关 在它两侧呢就是东西南北 就是秋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位神军 这里呢是分乡的地方 这是财神殿 这个财神殿里面所共同的就是 郑财神赵公明 文财神笔干 还有这个武财神官爷 还有呢就是东西南北四路神仙 也是四路财神 太清殿呢是一座丛严的建筑 它里面共同的就是泰山老君 这周大殿呢 它建造的也是非常古典 它就是七真殿 这七真殿 它里面所共同的就是全真七祖 也就是全真教的七大弟子 大家平时看小说呢 可能对这个全真七大弟子是比较了解 其实这七大弟子呢 它有各自的门派 其中这个长春阵邱楚姬呢 它是建立的龙门派 也是影响力最大 当时丘楚姬它一言只杀的故事呢 是唯名俠尔 当时元太祖呢 是称为国师 称为秋神仙 这座道观也是以这个丘楚姬 它的道号 长春贵 长春贵而命名 我们之前在三星呢 也是拍过一座全真派的一座道观 上面是慧仙桥 它整座道观呢 也是依这个山是层层递进的一个模式 再往上面走呢 我们会看到三皇殿 这三皇殿呢 它也是一处楼格式的建筑 是有两层 在这里呢 我们进去可以看到 它里面所供奉的就是 福西 神龙 还有玄园 在上面 它所供奉的就是玉皇大帝 布局呢 是错落有致 造型呢 是非常的孤朴漂亮 再走过来呢 这里是旅主殿 这旅主殿 它里面供奉的就是八仙之一的旅洞兵 在道教中呢 这旅主 它对人的影响力呢 是非常大 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位神仙 这旅主殿呢 它在以前 它是在这个黄鹤楼 叫旅主阁 再后来呢 因为修建了长江大桥 这个黄鹤楼就被拆过去了 所以呢 就移到了这个位置 这里这堆树像呢 它就是老子 我们看到它这里有处建筑呢 是非常奇特 这是道长阁 也是长津阁 最上面所看到的 是古典建筑 但我们在正面所看 它是一个 像一个西式的羊楼一样 然后它这里呢 是王母殿 在王母殿 正对过呢 就是一处非常漂亮的戏台 我们刚刚到里面所摆 它这王母殿呢 也是一座非常气派的一处建筑 它里面所供奉的就是西王母 在道教呢 是遵王母为女仙之中 在王母两侧呢 供奉的就是九天宣女和地母援君 它这里呢 还有一尊非常大的这个石碑 龟陀碑 上面呢 还有老子的客像 这座长春观呢 它是位于这个武汉的武昌区 是一个闹中取境的一个好地方 这里呢 也是有不错的风景 大家可以在这个 咸鸭时光来这里转一转 那我们这个视频先这样 下个地方见